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8号星期二 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就说 如果美国和日本不参与的话 大陆武统台湾会非常的容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汉奸太多 不是台奸太多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们这帮人 我跟你说 台湾有被大陆腐蚀了 非常严重 你知道吗 我之前就说了 如果台湾想要反抗大陆的话 就跟乌克兰一样 你要必须干什么 你知道吗 建立自己的亚素营 现在就看起来 就是台湾军队 需要一场严厉的整肃运动 要建立自己的这种 就是说三反五反 反右 就是说反共 反华 反红色渗透 你知道吗 必须要搞一些运动 把这些人都搞掉 搞掉之后 建立一个自己亚素营 不然的话没法打这仗 你知道吗 台湾现任空军飞行 给赖清德一层公开信 他这么说 他说 当然这个地方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先是一个先发了一封 他自称服役14年 已经完成了高级飞行战斗兵训练 获颁了飞行凶章 但是自己已经不打算再续签了 他好像是五年一签 五年一签 不再签了 他说再签一次 意味着稳定 但也意味着还要再强撑了五年 五年时间会发生什么 意外 事故 还是这么一直反正的工作 非常不满 然后这篇文章发布之后 隔天到了24号 网上又出现一名的台军战机飞行员 写给赖清德的公开信 又一个 透露说我们飞行征队里边 很多的飞行员都在今年的暴退 就报告了要退役 退伍 说有年轻的飞官 宁愿赔钱300万新台币也要离开 说这个当然你要干了多少年 就给你多少钱 如果你就培训完了之后 干了多少年的话 你要赔政府钱 因为政府 因为赔一个 培训一个飞行员 话可谈的权子 说宁愿自己我赔给你300万新台币 我也不干了 我要走 他说他自己也要走 他说不光他们走 我也要退伍了 我也不干了 他说台湾空军飞行员 每日现在高强度工作 白天紧急升空 晚上通宵保养战机 还增加跨子业的训练 他说飞行员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 很多人都已经完全受不了了 这怎么回事 就是老共最近 就是赖英德不是发表一个态度自白吗 老共不是来了 来了之后 台湾不是就跟他对峙吗 你有非常为上来吗 但是老共他人多 你知道吗 老共是什么 全国的飞行员轮掉 轮掉到台湾这来轮训 你知道吗 因为在其他地方 也没有这种机会 但是台湾的话 你就要什么飞越海洋中线 蛇行 跟台湾的训练机对峙 等等等等 你知道吗 这样来讲 其他的飞行员 还没有这种 这其实已经接近一个时代 是有目的的 因为你光训练的话 是没有目的 这个是有一定的目的 你知道吗 是要来达到一定效果的 这是真正的出任务 怎么办呢 就是说全国其他地方的飞行员 没有机会出任务 只有台湾这还能出 咱们这个79 打完越南之后 你知道吗 这个账号又厉拉拉 又堅持了好几年 你要干什么吗 就是不断的把全国各地的部队调来 然后在越南边境 跟他们打一打 打的也不是很激烈 但是意思意思 就是干什么 让你们都经历一下实战 因为就觉得文革十年 大家这个部队下面 落成一高洲了 都不会打仗 不打仗 先跟他打完了 打完了之后 就开始了全国的部队调过来 你们过来玩几个月 打一打 大家意思意思摩擦一下 知道知道 真正的战争怎么回事 听着枪响 让他换走 再换一波 就不断这么搞 现在台湾这也是把全国的飞行员 拿下轮掉 轮掉的问题是 你全国飞行员 大家你来了 大家一个月 对不对 你还挺珍惜 这个宝贵的 锻炼机会 过了一个月你走了 那个星星不舍 对不对 息息不舍 对不对 你会觉得 我刚练了一个月 我刚熟练了 还没那什么 就把我换走了 换别人过来了 那台湾受不了 他就这点人 你们轮流来 对不对 说是说只有 只有这个什么 更坏的牛 只有累坏的牛 没有更坏的地 对不对 但是你也不能 20只牛天天来 对不对 受了吗 对不对 不代理这么玩 对吧 所以最后他也是 他也是不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有点 有点受不了了 这位飞行员表示 他说自从520 这个赖清德 这个台独 台独自白以来 就天天呢 就没完没了 应对的解放军演习 整个部队王的不可开交 大家都知道 类似的情形 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的 因为赖清德这么搞的话 后面可能就没完没了的 对吧 就2024A 后来ABCDEFG 对不对 就说 说赖清德 你要不要来一线 看看官兵们 我们每天被操盗报的生活 对不对 真的是 让你看看 什么叫被更坏的地 对不对 没见过 他说现在 加薪政策 仅针对 14年以上的飞官 为了留人 只能加蓄 蓄付奖金 就是说 如果你继续服役的话 给奖金 说队上每个人都在苦撑 10个人有9个想退伍 剩下一个不想退伍 就是想升官 想监视监视 还能不能升官 身边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钱财飞 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爱台湾 只要熬到年限 就会马上报退 申报退役 说长此以往 整个台湾空军迟早会垮掉的 说如今空军飞行员 宁舍高薪执役都要离职 凸显台湾台军内部 有不小的反弹声音 这个来讲 我觉得就是红色政权 拿来护用你的 这里边 我觉得是这样 就台湾现在这个部队里边 我觉得有没有像他们说这种 就是说不想好好干的 不想搞下去 不想给你当炮灰的 就你这么搞下去 我当炮灰了 不想当炮灰的 有吗 有 会是像他说的10个 有9个吗 我觉得估计也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还有很多爱国的 有很多年轻人 可能觉得不给钱 我要去抗击中共 对不对 保卫台湾 对不对 我宁愿抛头撒入穴 还提钱 别提提钱的事 不要给我钱 给我钱就是侮辱我 对不对 也不多 像这样的也不多 也不多 但是说点意思 但不管怎么着 这个就凸显出来了什么 凸显现在台军内部有问题 就跟当年2014年 打克勒米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说乌克兰的部队里边 有很多是亲俄分子 后来打举的这种整肃 肃反 然后排查 把里边大量的人 就是能抓的抓 能杀的杀 就是说该抓的就抓了 该杀就杀了 把大量的这种说乌克兰语的 这种说俄罗斯语的 这种俄罗斯的这些后裔 亲俄罗斯的这些人 全部都能弄死的弄死 弄不死的也就抓起来 反正最晚就 最晚就清除出这个 部队部队里大量的 都是亚素营这种 说乌克兰语的 乌克兰人是完全仇恨 俄罗斯的 这样的话 战斗力才能够提高 但是台湾现在的军队 就有问题 台湾军队 它毕竟当年军队 是国民党建立的 所以民进党在部队里 一直不是那么特别的 就是完全掌握 虽然通过选举什么的 尤其是我觉得年轻人 可能里面还有 比较多的支持这个绿的 但是在军队里面 我觉得年纪大的 基本上军队 因为军队年纪大的 基本上都是军官了 对不对 年纪大的要不就退伍退役了 要不然的话就是军官 军官基本上我看 就是台军现在 40岁以上的军官 还是就是说 比较倾向于蓝的 这种比较多 所以其实 俄罗斯打乌韩 我就说 我说台湾就得赶快想办法 把部队里面 基本上我就觉得 实在不行的话 就40岁以上的 这些老成持重的这些人 全部就强行退役得了 只留40岁以下的 年轻的这些官兵 往上提拔 往上升 你不要觉得 他们就不会打仗 当年时代开 打仗的时候 才二十几岁 就带着 东沙西卷的 对不对 那也是相当厉害 一员猛将 二十几岁 就一员猛将了 这打仗的 不是看年纪大 打仗就是看谁 凶 你知道吗 二十多岁 出龙龙虎 对不对 其实反而更能打 有时候年纪大了 我看到贪生怕死 倒不行 所以台湾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说台军现在必须要一场 整肃运动 赶紧把这些人 就是说这些 马上就现调查 你是空军现役 你怎么能够写这种东西呢 而且是在网络上 公开写公开写调查是谁 这军事法庭就审判 就要抓 而且就是说 看看内部 还有谁是这种想法的 该判的判 该抓的抓 该办的办 一定要严厉的处理 然后内部进行思想教育 整个被绿营 就是说弄过来 不能 这里边有好多都是 一看就是蓝营的这种价值观 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仗没法打 好不好 当然我相信 我说了这个 蓝营德也 蓝营不行 搞什么黑熊部队 要弄完 就是台湾的黑熊部队 就有点像是乌克兰亚素营一样 他们在搞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的 就是说支持台独的 反共反华的 这么一支部队 希望能够能增加的战斗力 反正戴登德肯定 我觉得我相信 我能想到 他也能想到 他肯定在找手上去准备 当然这就看了 看老共了 我觉得给赖清德点时间 一年 我还是那句话 一年 一年之后 我相信 不能说是一个豪猪 最少是半只豪猪 就出来了 我觉得赖清德这么一逼之后 其实这是好事 就把部队里这些有二心的 这些想法不一样的 这些就是说来骗钱的 来糊弄事的这些人 全部给他们清除掉 这些人你看都暴露出来了 赖清德这么一喊话 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那么当然就是说 后面怎么处理 能不能迅速的处理掉 雷厉风行的处理掉 那么这个就是 后面 赖清德能不能快速的 提升台军作战能力的 这么一个本事了 但是你要能做到的话 那快速的 台军的作战能力 就能大幅度提高 那我预计 就今年5月20号 赖清德上战 到明年5月20号 老共武统台湾的难度系统 增加一倍 我认为如果再给他一年 从明年的5月20号 到后年的5月20号 老共武统台湾的难度系统 还能再增加一倍 两年能够翻四倍 就是这个难度系统 当然这个 还要看赖清德的办事能力 不过我相信他还可以 我觉得他是 他是个做实事的人 胆子又大又敢干 然后当然再加上 美国的这种帮助 在美国帮助之下 乌克兰的亚总 也是在美国和北约的帮助之下 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和北约受训的 受过这种比较良好的 这种作战训练 现在美军也大量的派人过去 到台湾 去给他们进行这种 整肃训练的这种运动 反正还是这句话 就目前来 就这两份公开信 我看起来 如果今天老共无论台湾的话 我跟你说 搞不好 真的摧枯拉朽一般 但是没关系 他们已经暴露了 你们这帮第五纵队 就是第五纵队 都是中共的第五纵队 你们已经暴露了 那么拉朗要赶紧把这帮 就是说 这些真的 都是不是给他们剖红柱期 这些真的都是 都是亲中亲共的 这些分子 要他们清除掉 建立一支台湾的 一支法西斯队 不是法西斯队 台湾的一支 黑熊部队 抵抗中共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